这里是在钟南山的狮子茅棚 是虚云老和尚曾经修行的地方 当摄制祖推开茅棚的房门时 昏暗的光线照射进去 揭开了这个宁静而神秘的空间 摄制祖发现角落里有一位小沙迷正在诵经 小沙迷告诉摄制祖 他的师父正在打饿机 吩咐他不要让外人打扰他 小沙迷的语气温和平静 但当摄制祖讲明来以后 小沙迷示意摄制祖可以尝试敲一下师父的门看看 摄制祖并不急于敲门 而是跟小沙迷聊起天来 小沙迷告诉他们 他刚来到这里修行 前几天由于他吃错了野菜 因此脸部变得肿肿的 好在现在没事了 和小沙迷简单交流一番后 摄制祖按照小沙迷的建议 去轻轻敲一下师父的房门 不久之后 一位师父打开了门走出来 摄制祖向师父解释了他们拍摄 中国禅宗纪录片的意图 希望能够采访他 师父非常乐意接受采访 并表示自己来到这里的时间并不长 只有两三年 师父告诉摄制祖 狮子毛棚里现在住着四位师父 其中有两位正在进行 为期一百天的闭关修行 也为闭的是方便关 因此他们自己做饭 待一天只吃一顿饭 这位师父给他们护关 平时给他们劈柴 挑水 在狮子毛棚附近 有一座虚云纪念塔 这位师父开始讲起了这里的往事 当年虚云老和尚来到这里时 这里还是一片荒芜之地 没有任何著作 于是虚云老和尚自己开垢土地 搭建了毛棚 种植了一些洋芋 作为自己的食物来源 每天依靠吃洋芋维持生活 有一天 虚云老和尚把洋芋放进锅里面煮之后 就在旁边一边等着洋芋主熟 一边打坐 但没想到虚云老和尚在打坐时 进入了入定状态 当时山上还有一位道友 半个月过去了 他还没见到虚云老和尚 于是他决定下山一探究竟 当他来到虚云老和尚的院子时 当时是冬天下了很大的雪 底面上布满了虎狼的足迹 道友心生惊疑 担心虚云老和尚遭受了野兽的袭击 他赶紧进入茅棚 准备查看情况 他一进去就看到虚云老和尚在里面坐着 微然不动 道友轻轻地走进虚云老和尚 试图与他交流 但虚云老和尚闭着眼睛 没有任何反应 也没有开口说话 道友见状 就知道虚云老和尚已经入定了 他拿了一个引镜在虚云老和尚的耳边轻轻一敲 虚云老和尚就从入定中出来 他睁开眼睛 第一句话便是询问杨玉是否煮熟了 然而 当他掀开锅盖一看 发现锅里已经煤高一寸了 然后他算一下日历 发现已经过了18天 这意味着虚云老和尚入定了18天 从那以后 虚云老和尚入定18天的事迹逐渐传开来 很多修行者 受到虚云老和尚的感召 纷纷前来 狮子茅棚隐居修行 狮子茅棚逐渐成为了一个 修行者们心灵寄托的圣地 并世代相传 由于山高路远 摄制组只好留在狮子茅棚过夜 但狮子茅棚里面没有多余的草席 于是他们就和师父一起围着篝火 做了一整夜 师父告诉他们 一到冬天 大雪封山 正是修行的最佳时机 他们在冬天里不是打击就是笔棺 第二天天刚亮 摄制组就离开狮子茅棚 他们要去寻访中南山的其他修行者 正是这些修行者 中国禅宗才能在千年的风风雨雨中传承下来 声声不息